小绿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为什么要参选 我希望 可以让台北市更好 这答案会不会 发自内心 发自内心 当然刚刚那也是内心 你怎么知道 为什么要参选 我第一次遇见小绿的时候 是在某个政政物安排的会议里面 他以助理的身份旁听 他几乎没有说什么话 下一次在遇到他的时候 就是在万华的市场里 他租了一个小摊位做办公室 以26岁的年纪与微博的资源 参与市议员的选举 所以希望说就是 不愿意再支持过去政客 可以来支持像他小党家的第三次 2018年底我当选了 他没有 但是他拿下了对新人来说 相当不容易的六千张票 他是台大政治与社会学的双方学士 那去过了华盛顿时期 也参与过许多台湾的政治实务 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人才 我忍不住问他 你要不要来我的办公室帮忙 我曾经中为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事 叫做他老师讲过一件事 我说如果今天全政治办公室 就是我只能留下一个人的话 我一定会留下汗米 我会说起来好不好 没事没事 先过先过没事 不去两年 小绿表现得十分称职 他总是用最快的效率 解决最麻烦的问题 而且对工作充满热情 他会为了不公正的事情 感觉到义愤填膺 也会听着当事人的故事 而激动流泪 每次我在团队的群组里面问了什么问题 他永远都是第一个接话 许多我不了解的这个政府法规与政治议题 小绿也总是能给我完整又精辟的解析 如果有任何人觉得我这几年干得还不错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是小绿与我们整个团队一起的成果 好了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到好 好 加油 加油 你整个太假了 我本来都觉得我刚刚那样反应 2018年底我当选了 虽然他没有 但是他跟我唯一的差别 就是没有我的网路声量 但他其实呢 是一个比我更加优秀 更应该为台湾政治奉献心力的年轻人 2019年我曾经问他 四年后我卸任 他想要做什么 他给了几个天马行空的答案 我想政治这几年 折磨他很久 也该是休息的时候 以他这么优秀的能力 他想要做什么行业 都会有很棒的成果吧 但没想到2022年 他就告诉我 第二次参选的想法 我的心情很复杂 我一直说我不会再参选 但一直有了知呢 又好像没有给选民交代 有一个办公室主任 愿意继承我的一波 等于扛下我这一棒的责任 让我如释壮负 如果是小绿的的话 他一定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但是这也意味着 他会在2021年的夏天 跟我们分道扬镳 今年9月 第一个礼拜的直播 我标题就写着 毕业旅行 就是因为这个团队在这之后 不会再以全员到齐的情况下存在 我想象过四年后继续一起工作的未来 但是他决定飞向前途未知的选战 你一直看到他 是那个时候呢 他来办公室找我 可能有些议题啊 或者有些事情想要一起合作 可是那个时候 我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当我聊到我们的客厅议题 正好跟我过去的某一场直播 曾经讲过的话有关的时候 他立刻把那个格连接下去了 我当下的那个发言 天哪 他是我的毛症 虽然我从来没有直接说过 但是我知道 他不只是我的办公室主任 也是我长久以来 最忠诚的观众支持者 他投入2022选战前 我和他即将成立的个人团队 一起开了一个会 团队的成员问我 你会支持小绿到什么程度 那时候我说 如果我有1到100分 我会支持他到150分 因为他比我更好 因为他是台北市医会 752研究室的好伙伴 因为他就是 752研究室 为什么要参选哦 因为你记得你跟我讲过一个事情吗 就是你说当事议员 其实就像是身上有 微小超能力的超人一样 这个微小超能力 其实可能 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一个人 做些很伟大的事情 但是这个微小超能力 可以让别人的世界 稍微变得美好一点点 那个美好一点点 可能来自于他家的某个路 真的修好了 或者是他的问题 真的被解决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陪伴他 那我觉得那个微小超能力 就是我希望可以变成艺人之后 为大家带来的事情 感谢观看